各位師兄好,我是Kenny,Layman 跟大家研究一下賽事 廣告如果不太討厭,可以按進去了解一下 當我是對小弟實質支持 跟大家說3月25號第二場賽事 這場四班1650 一量下去這場馬都是麻煩的 沒有特別說放在前面走 而是很硬的馬 但是後上的馬好像比較被動 所以都是比較麻煩的 但是都要去選馬 我這一場就拿了兩三隻馬 給大家看看 我看看這隻活力勇士 這隻活力勇士 曾經輸過給高大威猛 洪旺 連理之星 這場活力勇士 跑沙田可以跑過第四 其實他的步速方面 沒有什麼賺 沒有什麼蝕 但是我再看看他上一場 快活谷千二 他又跑過第四 和有響有響 其實對手不是很厲害的 但是我覺得他是跟前一點的 看回他前一場 跑快活谷1650 整個九檔 今天十一檔 我看到他跟鑽石達人 一起放在前面 騰龍超影 那些 回來後 他跑過第八 輸過幾馬位 那天鑽石達人 我都說是很虧的 下次再出 他都是輸 三四個馬位 五個馬位 就是 普人贏了馬 多多又是 萬步速追得近 鑽石達人 其實也是近的 鑽石達人 那場是輸給什麼馬 我看清楚 他輸五個馬位 其實跟二三四那些 不是差很遠 差兩個馬位 金針輝煌 紅粉彩影 今天都在 看回這隻 活力勇士那場的步速 其實真的很難比 這隻活力勇士 當日我就找這隻 等一等 拿這隻雙絕棍 跟他比一比 這隻雙絕棍 曾經被人阻 那天雙絕棍 咬住在三位 我看回這條片 他被人阻 然後外面有馬 那些年輕人 外面有馬 他都有點追 但是分析一下 他也是守住在三四五位 這隻活力勇士 那天撿過九檔 就放在前面那三隻 我看得到 分析一下 暴觸 活力勇士這一場 第一段已經快了 三線 兩線 三線 七線 第一段快了七線 第二段 又快了六線 第三段 慢兩線 末段又慢兩線 今天這隻活力勇士 又撿過這樣的檔 但是我也是看他怎麼跑 他和鑽石達人 那天我都選了他 兩隻馬 在這裏頂頂了很久 這隻活力勇士 今天又撿過兆檔 但是也要搏一搏 他又被那隻騰龍超影 頂住 中間位置騰龍超影 外面 還要是鑽石達人 有排都還沒進來 那隻騰龍超影 在這裏頂住 多少碟啊 大哥 這裏蝕了多少個馬位 轉完彎都不見了兩個馬位 這裏就開始慢慢走上去 鑽石達人 再出三十多倍 第五名 好像 安定繁城 內蘭第五名 還有些陽光 安定繁城 今天都出的 內蘭橙眼罩 那隻 就有這隻 及時行樂 大約在尾六 再一層馬 外面就放下兩 他就走上三 尾四 是普人 他比雙折棍的 頭兩段是快很多的 這兩隻馬 鑽石達人 活力勇士 騰龍超影 第四位 藍衫 安定繁城 拿出去的馬 有燈膽精英 馬臨中間 還見到 鑽石達人 還要及時行樂 內蘭米子 那邊 還有精彩飛動 中黨 還有陽光 多多那裏 好沒有位 鬥到來 三百多米 安定繁城 其實去到一百 他都不是輸很遠的 好了 這裏真的沒有了 被人過了 這裏真的沒有了 被人過了 其實都是兩個馬位 沒有屁屎 五六七名 那些都很近的 贏的那隻就是陽光 第二名的馬 有燈膽精英 就是灰馬來的 裡面藍衫藍武 安定繁城 都是一堆的 那今天就講神操吧 一號的紅粉彩影 保持功夫 二號的活力勇士 郭倫又碰過 保持功夫 三號的布里如飛 保持功夫 四號的嘉嘉勝義 也是保持功夫 五毛靚子經 波見屎 也試過雜 積極的 六號的敏妙星 保持功夫 七號的千金不換 保持功夫 八號的雙絕棍 也是保持功夫 九號的麒麗碰金 潘頓也試過雜 積極的 十號的霹靂狂龍 潘明輝也碰過 保持功夫 十一號的超霸無敵 黎海榮 也試過草地 積極的 十二號的輝煌巨星 一千八米也去教習 蘇寶羅 今天我讀到這場 第二隻有教習 上次期的 鼓壓調動 一號原裝李敬國 二號原裝 國倫 三號原裝 莫雷拉 四號 潘明輝 就轉了 蝕欣 五號王浩南 轉了波見屎 六號 潘頓 轉了史卓� 七號國倫 轉了梁家俊 八號原裝 何宅堯 九號潘頓 原裝 十號 霹靂狂龍 潘明輝 原裝 十一號 黃俊 變成黎海榮 十二號 田太安 停賽 轉了蘇迪雄 曾經在三班跑過 一、二、三、四、五、六 在五班 贏了四班 就是超霸無敵 這場馬其實很混亂 有機會的馬有很多 全部都是講報促形勢 甚至乎那些穩妙星 千金不換 麒麗斷金 霹靂狂龍 輝煌巨星 那些其實沒有什麼馬畫畫得死 自從帶了配備變動 有穩定表現 上次換了配備紅粉彩影 都是屬於是 暴力如飛也是 雙絕棍也是 麒麗斷金也是 這四隻 換了配備 水準比較穩定的 就是這四隻 我覺得今天 這場馬 既然是這樣 我就向一些懶滿打主意 一個部速影響形勢 沒有什麼特別放在前面走 而回來很硬 好像我選擇飛雲追 為什麼呢 那些部速做得很硬 真正的 博輸了也沒有辦法 但是這場馬 看上去真的沒有 就算是暴力如飛 季初去肯放的時候 他都是慢捕捉的 跟那些一見傾心 我預計這場馬 活力勇士會減過來 尹妙星的手下手下 雙絕棍 今天又可能會減過來 年輕馬側的狗動 是差一點的 麒麗斷金也可能會減過來 這隻馬 可能會 但是這個檔位也是影響了 所以 超霸無敵 可能會放在前面 我就在懶滿打主意 我就信 即不是信 既然是拼的 即是長長 這些都是一些 賽職大家都是 大家都在膽拼膽的馬 我就拼一隻 十一檔 看見他那一場 是被騰龍超影頂的 雖然今天十一檔 但是 真的頂到 即是 他肯搶的 其實 可能他能搜到 在二三碟 是跟著 紅粉 超霸無敵 暴力如飛 甚至乎 奇利斷金 真的要看他十二檔 怎麼跑 但是都是膽膽 我就說 十一檔 就是十一檔 因為他上場 跟前了 谷草千二 回來 就 擺得前了 跑過第四 但是前一場 就跑千四 那場 跑得好 那 雖然 剛才看片 那場 雖然他頂了這麼久 才可以 但實際上 都是輸兩個 馬位 那 都是 有 入 有 入 披士資格的馬之一 我選擇這 這隻 用來試試做 冷膽 我是二號 活力勇士做膽 第一隻 拖一隻 暴力如飛 這隻馬是莫雷拉 第三次騎上去 但是這隻馬 殺手拣 好像不太多 看下 直撥率 我寧願打冷門主義 二號做膽 拖三號 暴力如飛 接著我會搏 多一隻 雙絕棍 上場 他跟在三位 本來跟在三位 是好好的 但是中段有些馬 變咒 對這些年輕馬 很麻煩 一蓋過來 他好像不懂得跑 不知道怎樣 可不可以 直路又阻塞 又阻塞 又阻塞 但那場的步速 其實是幾慢 剛才都比較了 步速 即是不同 活力勇士 那場的步速 究竟這隻馬 會如何 但是見到他 沒斷被人阻塞 他也有少少追追 看看這隻身馬 我想這隻不會太熱 另外再選擇一隻 我選擇一隻 既然走在前面的馬 步速又不是太快 我會選擇這隻 超霸無敵 那次 史卓鋒騎 那場是一場很慢的 賽事 就贏了馬 接著上四班 那場 就沒有一場 放到回來 除了那場超慢的 步速 尤其是這兩場 輸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上場還有配備 變動 輸成八個馬 十二個馬 但是今天 既然打算是膽 膽 拼滿 我就拼了這隻 超霸無敵 拼他一樣 其他馬 都不快的時候 看看他快不快 看看他憑著 會不會快 我這場真的膽拼 2號的活力勇士做膽 拼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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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霸無敵 但一拼 他真的拼了很多個馬 八個位 十二個馬 真正正 拼一拼 拼一拼 如果大家覺得 那天 看見他不是太懶 拼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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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上場 我留意了一隻馬 都留意了多久 就是霹靂狂龍 和紅粉彩影 但這兩隻馬 都是屬於那種 即是 即是要被動追上來的馬 如果沒有快步速 這兩隻馬 會怎樣呢 真的要考一考他們 再加霹靂狂龍 今天還要把頭罩 其實他上場 已經追得很好 我大主要飛的時候 已經提過這隻馬 挺浪漫的 但是 如果他今天 沒有什麼步速快 他究竟追得多少 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還是在冷門 打主要 二號 活力用事做膽 拼三號 暴力如飛 八號雙折棍 十一號的超白無敵 就是我個人頭煮心水 薄下冷門 多謝 拜拜